大家好,我是阿瑩 五星級盛宴, 剛剛上映 看宣傳會以為是一套類似魷魚遊戲的生存遊戲 但實際上入場後發現這套戲可以分成兩部份 一部份我會稱為食物鹹片 正所謂食色勝也 又用回我們最喜歡的黃子華 我任你怎樣餵食 你會不會給三四十元 或者給百元入場看一套 精氣騰騰小龍包 而這套戲的頭半部, 正正是精氣騰騰小龍包 介紹一下人物, 讓大家看看高級食物 而第二部份, 經過一個重大揭發之後 觀眾會發現這頓飯, 其實不是一場生存遊戲 也不是大屠殺式的大亂鬥 而是一場隱喻的盛宴 用這頓飯來比喻一些世界政治的議題 而為了達成這堆隱喻 故事為此犧牲了不少邏輯性 我誇張點說 簡直整套戲都是說一個 無產階級掌權向資產階級報復的預言 而最諷刺的是 當編劇打算用劇本大大力地 鞭撻有錢人的虛偽和腐敗的同時 也正正是同一個故事 認證了這一種報復 是多麼無建設性和無聊 或者聽到這裡, 你會說 阿影, 不如你再說中文吧 你這傢伙經常在拋書包 我懶得高高在上, 真是很討厭 對呀, 我明白的 我收到, 沒問題 片頭之後, 我會嘗試用人畫 加上謙卑的態度 告訴大家 這套戲的深度究竟有多深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們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評論 每個星期二、四、六出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 每一個訂閱都是我們製作影片的動力 更可以按下面這個按鈕來請我們看電影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或者在我劇透去解釋這些隱喻之前 我先說說這套戲, 覺得他做得好不好 未入場之前, 我以為他是生存遊戲 即是用一頓飯聚集那堆人去荒島 然後玩個遊戲, 玩輸就要死 入場之後, 我見他們上過島 12個客人做過介紹 我以為會玩一些密室殺人 再大家一起去解謎 但看完之後, 我才發現他的本質 單是這種喜出望外 有朱古力, 有玩具, 還有新奇刺激的東西 已經令我覺得這套電影做得相當不錯 雖然有瑕疵, 有缺點 但因為他給了新奇刺激我 我可以大部分地原諒他的缺點 甚至有少許覺得 為了達成他劇本的目的 這些犧牲是必須的 而犧牲了的東西 包括一些角色的背景故事說得太簡短 或者某些事件發生的理由不夠踏實 甚至乎有時角色的行動給人感覺是 其實這傢伙是否看過劇本 為何會知道他要這樣做 或者他要走去那裡呢? 不過, 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些都是可以原諒的程度 特別是他的隱喻架構 這麼巨大, 這麼浩瀚 再加上NR Taylor Joy 這麼美女 試問我們又如何捨得抽稱這套電影的缺點呢? 以下我會簡單說一下故事 再用我的猜想對照隱喻 如果你已經看過這套電影 你可以想想我這樣說 有沒有過分猜測編劇的原意 如果你還沒看過這套電影 又怕被我劇透 那你就可以看完這套電影 再回來看我這條影片 故事講述一對疑似情侶的男女 上船準備去一個小島上的 一間超級高級餐廳吃 鵝馬卡錫 這裡到一天只會招呼12個客人 今天這12個人 包括主角的情侶 食評編輯加作家兩個人 演員加助手 男人三人組 老人加夫婦 最後一個老女人 上去小島之後 老人加夫婦和老女人因為是熟客 所以直接去餐廳等 其他人去參觀小島 這裡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介紹給你知 小島上有兩個地方是有用的 分別是煙燻房和大廚的小屋 第二是告訴你 你吃的所有東西都是來自天然 第一點對故事的後續很重要 第二點對隱喻意義很重要 先記下 待會再說 之後大家就埋位了 開始吃東西 它的拍攝方式非常像高級飲食節目 說一堆似是而非的東西 例如把海草放在碟上 然後告訴你 你吃的其實不是海草 而是大海 又或者是一碟沒有麵包的麵包碟 在這一刻開始 觀眾會發現不妥 廚師的表現 菜式的奇怪 都會令觀眾覺得 這頓飯有點不簡單 而一次又是隱喻來的 下一道菜就是墨西哥粟米餅 上面編了大家之前做過的事 包括嬰兒三人組的虧空公款 老人家夫婦的男人出軌 演員拍了一套很難的難片 男主角偷偷在吃飯時拍照 食評二人組搞到倒閉了的餐廳 不安感更加重 好像所有事情都計劃好了 他早就知道這些人會來 之後進入第二部分 他很清楚地有一個轉折 告訴你進入第二部分 是怎樣的呢? 有一個副廚出來介紹菜式 介紹一下 他拿把槍出來吞槍自殺 然後主廚跟你說 這個自殺是菜式的一部分 老人家夫婦覺得不對勁 打算走人 但是被人攔住 走不了之外 老人家還被人切了一隻手指 大家就很害怕 而同一時間 主廚發現了女主角 原來不是定位的人 於是拉了她進去廚房聊天 那一刻 女主角就明白了 原來最後這個島上 所有人都要死 主廚想殺了所有人 之後自殺 主廚讓她說出 其實女主角 是一個PTGF 是男主角僱傭她 所以她就不是原本定位的人 之後主廚就說了一句 令我們明白這部戲 其實是一個重大隱喻的 一個超重要的對白 她跟女主角說 一句就是 你想做他們 還是想做我們 所謂的他們 就是代表揮霍無盜的資產階級 而我們就代表用努力提供服務的人 而整個格局就是無產階級忠於掌權 要向之前欺壓無產階級的人做大報復 要執行正義 你可以當她是法國大革命 可以當她是俄國的十月革命 無所謂的 總之革命已經發生了 話事的人 由顧客變成廚師 真正的奧馬卡社 主廚作為廚房最大的人 其他工作人員回答她 不會說其他東西 只會說Chef Yes Chef 但這點 你都可以想起希特拉 或歷史上其他獨裁者 而其他副廚除了絕對服從之外 也真心相信這種瘋狂的報復是合情合理 就像很多拿著理想社會稀奇的青年一樣 投身革命行列 就算最後要一起死也在所不惜 然後繼續吃飯 包括浸死這間餐廳的金主 還有迫食平凡男主角煮食 然後他煮不到 頂不住壓力 然後自殺 這就是比喻處死資產階級 以及公開羞辱知識分子的 而近代真的發生過一整個國家 處死資產階級 以及公開羞辱知識分子的事件 期間餓死了幾千萬人 女主角為了生存 決定加入廚師那一方 主廚就叫她去最初說過的煙燻房 拿一個鐵桶過來 她在鐵桶裡發現了一把刀 不知為何 決定拿著一把刀去主廚的小屋探險 在裡面發現了主廚的初心 就是煮好東西給大家吃 幾十年前有一張照片掛在她家裡 就是她在煎漢堡包的時候的樣子 她的樣子不知多麼開心 實際上很多獨裁者掌權之前 都是滿懷理想的 想令世界變得更好 包括在奧地利畫畫的鬍鬚仔 還有發明米本位貨幣的光頭仔 當年都擁有著非常熱血美好的初心 說回女主角吧 女主角原來有一個妒忌她的伴侶 一直跟蹤著她 跟蹤到她回主廚的房子 然後追殺她 上演了一場兩個人打鬥的場面 當中N20的剃身很大隻 很像肌肉 就穿了崩 不過沒所謂 只是為了隱喻 最後女主角回到餐廳 她站起來 在這麼多人面前跟主廚說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個菜單 你要給我其他東西吃 作為一個廚師 你有責任要給我其他東西吃 反撲歸真 她叫了一個芝士餅 即是她的照片裏 正在製作的芝士餅 女主角咬了一小口 跟主廚說 很好吃的 我要拿走 這樣就喚醒了主廚的初心 最後她放走了女主角 放走了她一個人 那這裡是不是很熟口麵 我們現在是否久不久都會 吃一下Fairwell飯 以及去機場送機 最後的最後 上甜品 燒棉花糖多士一鍋熟 剩下所有的顧客 廚師 餐廳 在火焰之下化為飛灰 電影就結束了 不用擔心 沒有片尾片段 真的結束了 這裡就是我最諷刺的地方 當劇本想透過主廚 大大力的鞭撻有錢人的虛偽和腐敗的同事 也正正用了這個故事 去認證了這種報復 是多麼沒有建設性和無聊 即是最後她的世界剩下什麼 一個沒有活人的荒島 和一個上了羅雅方舟的女主角 所以這樣真的好嗎? 如果這樣不好 要怎樣才好呢? 我個人猜測導演和編劇的看法 就是他們認為大家應該成為了 資本家或者獨裁者之後 也不要忘記自己的初心 不要壓榨服務你的人 雖然聽起來怪怪的 好像他們繼續支持 有一部分人成為資本家或者獨裁者 但事實上 這個世界又真的無論怎樣 都會有資本家和獨裁者的存在 如果聽到這裡還沒走的你 歡迎你在留言說一下 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每一個留言我們都會看 看看你覺得這部戲 是純粹講一些食物和廣角變態的廚師 還是真的講這個世界的隱喻? 好,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些我們的評論 麻煩幫忙CLS 留言、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阿影 下次再見